好看的皮囊千天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,我很庆幸这样有趣的陈毅被我发现了,同时又很遗憾,我发现他发现的这样晚,错过了很多很多。 十年来,总是片场自己跟自己,左手和右手玩石头剪刀布的陈毅,2021年第一次开了生日会,那时他和果果们彼此的约定。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戏外看见诚意哭,看着果果们为他精心录制的VCR。 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,双眼通红,眼角还残留着胃干的泪痕,却又倔强地说自己没哭。 那一刻,他的心被满满的爱包裹着,他的世界,不再是充满各种冷嘲热讽,恶意重伤和侮辱。 他不需要捂着脸,走过那条看似很长,其实很短,充满带拍,充满恶意的小道。 他说,特别感谢那些鼓励过我,帮助过我,给过我机会的那些人,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们。 怀揣感恩之心的少年,永远记得来时的路,绝境和磨难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,反而让他成为了深埋泥土之下的根。 他在无人关注的深处积蓄蒙发,积累力量,只等一个春天的到来,就能破土而出。 看着他红着眼睛说,在这一路上。 更多的是有你们的陪伴,我真的不会觉得孤单,现在有你们看到我,我很知足。 那一刻,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,原来,所有的所有,他都有感受到,接受到,他的心,是被所有果果一点一点五热的。 一个人无论怎么强,他也是有情感上的需求,这种感情无关情爱。 曾经受过的伤痛和委屈,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失。 虽然他总说他很好,可是有些东西会一直存在在潜意识里,就像他面对镜头下意识的会小心翼翼。 而果果们的陪伴和守护,也让诚意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。 他在满满的爱意里,小心翼翼地修补着被伤得千疮百孔的心。 他坦诚又毫无保留的倾诉,我才发现,他在坚强之外,原来也有脆弱,感性的一面。 他将自己的灵魂,剖开给果果们看,毫无保留,不怕受伤。 这种坦诚,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,原来他也需要有人爱他关注他,给予他前行的力量,支撑着他勇敢追梦。 我看到了他对果果们的百般包容,看到了明明是他过生日,他却一波一波给果果们送礼物。 甚至抽奖给最幸运的果子包这次旅途的一切路费酒店费用,在他心底,是一直在把果果们当小妹妹一样宠着的吧。 我看到了他给果果唱歌,唱爱你一万年,唱童话,唱想见你,也唱了跨年晚会那天果果没能听到的六月的雨。 那场雨,终究是落在了每个果果的心底深处,无法忘怀。 果果们闹着,而他认认真真的唱着大家想听的歌。 或许,最美好的,就是你在闹,而我在看着你笑。 他和果果之间的彼此珍惜和互相渴望,在那一刻,编织出了最美好的回忆。 最有名的享受生活。 拥抱生活的梗也是从那场生日会里传出来的,更有很多经典名句,你若盛开,清风自来等等。 可恰恰,最让我记忆忧深的一句话,是林小说的。 他说,请诚意稍事休息,我们之间,不说再见,甚至说了好几遍。 正如果果和琪琪之间,永远不说再见。 因为多少人,说了再见,就是再也不见。 果果想要的,是永远守护这个大男孩。 这场约定里,谁也不能缺席。 就像有一首歌中唱的一样,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,希望你笑是因为真的快乐,希望你哭了,也是幸福的。 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。 眼里依然有爱的清澈。 好多年不下雪的恒淀,在昨天迎来了近几年的第一场雪。 除雀君身三重雪,天下无人配白衣,偏偏公子,当得起温润如玉四字。 恒淀这一场雪,也炸出来王权富贵而不少美图,简直是一张比一张敬艳。 果然是富贵迷人眼呀。 就连我们一向自持稳重的琪琪也坐不住了,开心地挽起了雪。 富贵的回眸一转身,还没有从我脑海里散去,结果猝不及防之下,今天就被琪琪塞了满满一大口雪糕,看得出来一向喜欢当哥哥的诚意。 其实内心也住着一位小朋友。 是不是这位富三岁小朋友最近为了拍戏又在保持身材,所以已经饿到了看到什么都想吃的地步了。 正当果果们开心地和哥哥各种互动,喊他好好玩,注意保暖,乖乖睡觉之类的话时,就看到工作室的评论。 不得不说,跟大雪糕比起来,这张明显更诱过,哈哈,至少这张是人不是井。 冰人拍雪井,小是拍冰人,这真的不是显眼包和他的富三岁老板照进了现实吗? 敢喊老板冰人,不怕挨揍吗?哈哈。 虽然跟大雪糕比这张明显进了一大步。 但是吧,胡适真的胡我盲猜一下,难道是滔滔拍的? 结果自己猜了好久,怎么也没想到不是手机像素拍的。 其实,发什么发多少不重要。 爱意心中更开心的是,哥哥又跟我们互动了。 也或许,分享欲才是表达爱意最美好的方式吧。 他愿意打开心扉,愿意把自己的点点滴滴分享给最爱的果果们,这,就足够了。 一只大雪糕引起的动静着实不小,所有的果子都开始在网上冲浪起来,直到捡到了许许放的饭。 看得出来,齐齐状态真的是特别的好。 这男人自己把自己活成了满三十捡十五三十三,直接活成了十八岁的感觉。 明明比你小的年纪,结果怎么追星追出了辈分感呢哥,说好的果果永远十八呢? 怎么你自己一声不吭就把自己活到了十八岁呢? 不过还是想对诚意说一句,哥哥,虽然你只会拍大雪糕,但是我们依然懂你内心的小雀跃。 齐齐和果果之间,不用说太多,彼此都会明白对方的小心思。 你在雪里看风景,而我们在风景里,看你。 也可能人是真的会一遍一遍地爱上同一个人吧。 兜兜转转,我喜欢的自始至终都只有你。 内心世界丰富的富士奇恰恰是我们最难得,最珍贵的宝贝也期待哥哥下次的分享哦。 最后的最后,借着横电这场雪,也祝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大爆。 我希望你就如歌词中一般,被这个世界好好爱着,诚意,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,你的身后,有我们。 经常会在评论区发现,果果说诚意傻乎乎的好可爱,简简单单的词里,包含着对琪琪很多的爱。 而后来越是了解她,却越不觉得她傻乎乎。 其实,琪琪是那种,别人说什么,她都会很认真的相信的人。 她也并不是憨憨的,在她心里,即使是陌生人,都是对她充满善意的。 善良的人心里面永远相信,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多少坏人。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,她现在依然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的原因。 生活中大致若愚,演起戏来的诚意可一点不含糊。 每一次演绎都会用心准备,开机前做加法,拍摄时做剪法,用心创作角色。 尽管有点设恐在身上,可提起戏来,那个侃侃而谈的少年,仿佛周身在发光一般。 奇奇的傻。 我更愿意,当她是一个褒义词,内心简单的人,才会有这种大致若愚的傻气。 而我们珍惜的,心疼的,放不下的,不就是那个有点傻傻的她吗? 会把她的剧看了一遍又一遍,也会一遍又一遍地去了解关于她的曾经。 甚至后悔,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她,在别人欺负她,侮辱她的时候去站在她的背后,守护她。 我猜想过,可能是因为她精湛的演技,因为她精致的容颜,亦或是她过硬的人品。 而后来才渐渐懂了,她努力拼搏时的模样。 不正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年少吗? 她会带给自己愉悦感和一种积极上进的生活态度。 原本灰暗的星空,也会因为她闪耀起点点星光。 或许我们有很多人比她还小,会喊她哥哥,可我们却早已在生活的打压下,不再有激情,不再有热爱,也不再有梦想。 而她追逐自己梦想所散发出的能量和魅力,却成为了很多人的梦,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梦。 追星最好的支持,从来不是多狂热,多激情,而是把偶像发光的品质保留下来,让别人知道,支持他们的人。 也是一群快乐又努力的人。 追星,原来追的是,从那个人身上寻求正能量,寻的是对于梦想,对于热爱的一种追求。 很幸运,遇到了诚意,想起他,嘴角会泛起点点笑意,也会从他的温柔里,找回曾经那个爱笑的自己。 那个微微笑向我走来的少年,就像是周身都在发着光,照耀着我原本灰暗的人生。 至于那些追的原本自己就不怎么上进的星,那真的就是自己受折磨了。 像那样子的星,还不如不追。 还有一些为了正主,去做一些下三滥的事。 毫无道德底线的,去辱骂攻击无辜的人,你们可曾记得自己最初的初心,那样的星,追着有意义吗?